台海和平稳定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就能增进 台海紧张动弹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就会受损 2018年至2016年 两岸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基础上 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荣景 给两岸同胞 特别是台湾同胞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也为亚太地区繁荣稳定 注入了正能力 但民进党2016年上台后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勾连外部势力 谋独挑衅 把台湾一步步推陷 兵凶战危的险境 成为危及地区稳定的最大乱源 当前台湾正面临着和平与战争 繁荣与衰退 两条道路 两种前景的选择 也就是面临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只要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两岸关系就能重回和平发展 正确轨道 两岸学生谈判就可以恢复 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都好商量 衷心希望 两岸同胞携起手来 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再创繁荣发展新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